胰臟胃在人體的後腹腔部位 隱藏在胃的後方 是一個長期被人們所忽略的器官 就算發生發炎疼痛的狀況 人們也常誤以為是胃部的問題 對於胰臟發出的求救訊號 置之不理 如果胰臟長期發炎 會發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在所有器官中 胰臟宛如一個深功怨婦 在長期發炎 卻得不到任何關切 與改善的情況下 細胞將因為發炎損壞 而產生纖維化 不但使胰臟喪失了原本的功能 纖維化細胞更會進一步發生 異常增生現象 而當細胞一再的重複發炎損壞 不斷進行修復 造成異常增生 如此惡性循環之下 將會造成 最終演變成為 胰臟癌